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老爷关注老爷以及我的会员member各位巴依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特别刺激说美国众议院我把那个那个摁出来对美国众议院投票禁止中国购买了伊朗石油并且竟然还使用了邪恶轴心这么一个词天呐 什么excess of evil哦天呐我翻译了一下这个词的名字叫邪恶轴心天呐然后就等于说美国把把中国伊朗定义为了轴心国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哇塞然后彭博相应的也转发了说Housewaters to什么这个东西China's Pouches of Elon Oil对你看看你看看 哇塞所以我我给他列举了一下就是这相当于什么就是相当于开始1938年美国道义禁运 然后呢其实这个38年的道义禁运已经快接近于1940年41年了就是要进入到强制道义禁运了 然后和1940年的ABCD包围圈ABCD包围圈道义禁运可能很多人都稍微听过一点啊 ABCD包围圈呢主要是America B是谁啊我British大概B大概是英国BritishC其实是那个China D是荷兰我也忘了为什么荷兰会被叫D 所以叫ABCD包围圈彻底对日本进行了那个禁运包围和制裁 所以日本到1941年的时候就真的是实在是算下来油料不够了就油不够用了 发动了对珍珠港的袭击要那个把美国先干掉拒止美国参战 对保证太平洋的那个日本有绝对的实力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那个南澳南南南太平洋攻势 对所以所以特别扭逼中国这边的也是 这个网站叫看看新闻网看看新闻网呢 是是SMG下面的东方卫视东方电视台下面的一个新闻网站 它不是野鸡路子的那些什么什么江宁婆婆之类的 不是的它是SMG下面的东方电视台下面的 所以他他也放了这个新闻叫不许中国购买伊朗石油 长臂管辖伊朗报复以色列后美中院通过一下反案要求制裁中国 美元不能让伊朗摧毁以色列 对吧斩断伊朗石油出口是收入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外交发言人此前表示 中方一贯坚持反对美方实施 非法无理的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 然后这个这个下面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新闻发的时候呢 我早上起来看到的时候是中国时间大概六点钟五点钟 所以当时就有200条评论都说要打倒美国打打倒美国反对美国 对吧要支持伊朗啊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两个新闻呢就是这个 第一个就是特斯拉的高管都离职了 所以现在伯伯曾伯对特斯拉的股价看空是看到120块钱 所以据说伯伯已经买了就是拿LBNB的股股票呢 去置换了那个普特就是他大概是要卖自己的股票 然后去换普特他马上就要发财了 我希望伯伯发财的时候能够给我一点钱 我真的是已经日子过不下去了 已经真的要破产了我们家 对吃喝西北风张开双臂喝那个墨尔本的西北风 现在风也大对然后再和大家随便聊聊呢 什么房地产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你看这是美国这是中国现在在拿了彭博社的一篇社论 一篇opiny然后再讨论说中国现在的房市呢 有两个模式一个叫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是最好的就跌得快跌得快 一步跌到位然后再开始反弹 这大概需要24个月的24个季度 24个季度就是两年 中国两年之内房地产会见底 然后开始反弹 然后接下来呢就还有一个模式叫日本模式 中国可能需要七十七十六个月左右 房地产会见底然后开始反弹 这是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 但是我觉得这个彭博这么显的 他们还是对中国市场来说太太友善了 因为我们知道就我也不是我们知道 是我的opiny我的观点就是 一旦美国正式对中国进行各种道义禁运之后 中国的房地产是彻底崩溃了 因为他没有经济向上的基础 怎么可能会有房地产的基础呢 所以这两个东西也写的比较那个友善 比较天真 好我这边呢给大家先看一下 Iran is exporting around 这里太小了 对我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新闻 Iran is exporting around 1.5 million barrels of petroleum per day around 80% of these exports go to China We cannot let Iran continue in its efforts to destroy Israel addressing their oil trade revenues is perhaps the best way to accomplish this Iran is exporting 不好意思啊 好的 这个中国版本的新闻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就看美国这边的新闻是怎么说的 美国这边的新闻呢 我找了两个网站 第一个是这个议员 就是发起这个 这个弹劾 这个议会的议员 他自己的一个网站 然后看上去这个网站 应该不是一个野鸡路子的网站 但是他有点奇怪 他就叫什么house.gov 就是房子啊 房子的那个政府网站 这个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就看上去是这个人的名字啊 反正这个网站看上去应该不是一个野鸡路子的网站啊 然后呢 他这边就就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我们就开始Google translate 我这个英文也塌糊涂 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这个 两领导的两党立法 禁止中国购买伊朗石油产品 然后你看他在这上面 就是这个house 应该就是那个 白宫叫什么 white house 但是他又不叫white house 但是这个新闻又是和彭博是一致的 那我们就先看完这里 就竟然使用了邪恶轴心 就target targeted the oil partnership between 对吧 access of evil 对吧 是针对邪恶轴心 国家之先的石油伙伴关系 针对全球恐怖主义和暴力 天哪 就是美国现在 如果说这个网站 不是一个野鸡路子的网站的话 也就是说美国现在 称中国和伊朗 已经叫邪恶轴心了 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叫法 也就是 对吧 轴心国和那个什么同盟国 还是什么国对吧 他们就已经这么定义了 然后就说了 华盛顿今天4月15号 那澳大利亚时间是那个4月16号 对吧 星期二 今天是澳大利亚的星期三 美国议员就督促他的同事 投票支持了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案 这个法案的名字就叫伊朗 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案 对吧 这个这个真的是 是有点超乎超乎意料了 真的是有点超乎意料了 然后 然后这个法案 然后就说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一致通过 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购买石油产品的中国金融机构 天哪 就是目的非常明确 指明道姓就是中国 该法案还要求每年确定中国金融机构是否从事应受制裁的行为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弄法 难道就是美国直接入住中国四大国有银行 我不知道 该法案以383票对111票 对11票在众议院获得了通过 那众议院完了之后应该是去参议院 所以呢 这个法案的通过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就我现在看新闻啊 这个法案通过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甚至还有彭博这边呢 就就有一个社论 哎呀 这个社论在哪里 我找一下 前面我 我还在看着这个社论 好像是这个是他的社论 有一个opini的社论 哎呀 这暂时找不到 就这样子吧 对吧 然后就说 那个 拜登是weak 就给他抛媚眼了 这个法案 也就是说 众议院通过了之后 除非中国能够立刻游说参议院 让参议院 不通过这个法案 如果参议院接着通过 那马上 拜登总统是会通过这个法案的 他weak嘛 weak了这个法案 哦 对对对 大概是这个 哎 也不是 也不是 不好意思啊 我们就继续看吧 我这个做的准备也不是很够 对不起各位 对吧 然后他就说 我很自豪的与各位分享啊 什么伊朗是第一大恐怖主义支持国家 多年来他们占助了哈马斯 真主党 胡塞武装和其他恐怖组织 对吧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啊 然后伊朗中国能源 能源的制裁法 以及我们去年10月通过的传播法案 最终 将于明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 然后将削弱 伊朗在整个地区输出的谋杀和不稳定的能力 适可而止 我们必须让伊朗及其支持者承担折了 特别是中国 伊朗石油的第一大购买国 哎呀 天哪 你看看这个 we must hold Iran and its backers 就是支持者 accountable accountable 对吧 is particularly China 哇塞 就是这一段 we must hold 然后说中国每年给他多少钱呢 他说伊朗正在利用中国的石油贸易 每天是每一天带来1.5亿 365天就是365亿美元的收入 天哪 博博我估计增博啊 在LBNB的那个股票加薪水啊 一年也就100万美元的样子 100万美元 150万美元 他好像是一年150万美元 也就是说 中国给到伊朗的这个美元是增博的100倍 100倍 1万倍 1万倍 是增博的1万倍 天哪 天哪 amazing 对吧 amazing 那很多人就会问 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影响呢 所以我们就要先看 第一个事情 就是所谓的美国有一个叫 ABCDLAN 就是大部分中国呢 我去查过 大部分中国他不知道ABCD包围圈 他们都只知道一个叫 道德禁运法案 或者叫道义禁运法案 道义禁运 那道义禁运或者道德禁运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ABCD包围圈 对 这东西呢 其实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对 然后 你看这里他提了 这里也提了 估计是现在开始了 以前是没有什么人知道 但是道义禁运 道义禁运这边 道义禁运 然后这边是聊的比较多的 就大部分都知道道义禁运 但是道义禁运呢 在中国呢 你看 叫纵容日本侵华的美国 为何转而对日本道义禁运 然后这个还算客观 这个其实还算客观 我们看那是什么时候写的 对吧 然后就开始写了 说那个道义禁运 美国在1938年的时候开始的 然后到1941年之前 都不是强制的 美国人还拼着命的 往日本卖东西之类的 什么的 对 然后这个就是道义禁运 那其实比道义禁运 更胜一步的就是这个 所谓的ABCD包围圈 然后我们先看这个 然后看一下之后 我们就看翻译版本 他说的ABCD line 对吧 这个东西 我是Japan name of series of 因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Japan for includ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这是那个A 然后B是Britain Britain 我也不知道 然后是China And Dutish Dutish好像就是荷兰的意思 好 装B结束 我们开始看翻译 让我看看啊 我哪一个地方是找了翻译 这个这个是道义禁运 叫出口管制法 叫ABCD线 这个我是把那个 Google Translate 把那个Wiki 放到那个website 翻译里面 然后翻译出来的 叫ABCD线 是日本对美国 英国中国和荷兰等 外国对日本实施的 一系列禁运的称呼 他也被称为 ABCD包围圈 ABCD包围圈 1940年 1940年开始的 为了阻止日本帝国主义 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 停止向日本出售了 包括 铁矿石钢铁和石油 使其无法获得 继续在中国和法属 印度支那 活动的所需原材料 是这样的 我们看看印度支那 他这个东西叫什么 小粉红天天 天天就说 那个 你们什么支那支那支那 对啊 哎呦 ABCD media military began to a verse of ABCD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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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英文一塌糊涂 好 对吧 面对经济崩溃和被迫撤军的可能性 因为石油不够了 日本帝国大本营于1941年4月开始筹划与西方列强的战争 最终导致日本入侵了马来亚和泰国 以及轰炸了珍珠港 1941年12月 然后这个ABCD 这个名字 现在是起源于日本 于20世纪30年代末 也就是1993年 1930年代 1993年吧 1993年 还是1930年 2013 对 这是日本宣传者将日本描绘成亚洲保护者的一个例子 就像日本帝国殖民主义大东亚工农圈的名义一样 这种暂时叙事主要描述了日本与西方殖民者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 忽视了亚洲资源丰富地区 在日本吞并土地中的首要地位 这个作家写大东亚工农 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是他大概起的这个名字 然后经济影响是什么呢 对吧 政治影响是这个 就是让日本那个 让日本那个开始对美国进行攻击了 对 日本在入侵荷兰属东印度群岛后 继续占领南太平洋岛屿及获取石油 派遣超过70%的日本石油功能 去修复被撤退的殖民列强摧毁的设施 这个故事呢 我特别知道的就是缅甸 缅甸好像就是什么 蜜之纳还是什么 就是大家都知道孙力伦将军不是打到缅甸吗 然后那个缅甸这边呢 是英国人 英国人破坏了自己的那个 所有的石油勘探设备之后 然后大家也知道就是英国人也跑路了 然后孙力伦跟着就是被日本 英国人坑了一把也跑路了 跑路了之后 日本也派了大量的石油功能去修复 就是那个 所谓的英国在那个缅甸的石油工厂 石油转井 但是石油转井的修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日本好像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恢复 后面我会给大家看另外一些东西 通过开采荷兰在东印度群岛的石油矿壮和国内生产的合成 日本的石油产量在1943年一度达到顶峰 占从荷兰进口石油的80% 1940年的ABCD国家日本在战争期间从未能够完全禁止运往石油的数量的依据 这个翻译可能翻译的不大好 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事情叫ABCD石油禁运 包括那个所谓的美国的道义禁运 美国的道义禁运叫出口管制法 是19重点是介绍的1940年 这个是这个叫Export Control Act 罗斯副总统当时就颁布了禁止许可飞机零部件化学品和矿物 然后其目的是诱使日本减少对印度支那海岸的占领 然后是借这个 但是这个背景就特别的复杂 包括美国的商人 他们也确实是卖了很多的石油 然后告诉日本人 你只需要加更多的签进去 就照样可以在飞机上面和重型军事飞机上面使用的石油油料之类的 这叫道义禁运 好 那我们来看这边 这边其实是一个就是叫History Army Military这个网站 叫History Army Military这个网站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书 然后这一部书呢 我这边就翻译过来的就是第四商基本战略和军事编辑 编制长期战争战略 这个东西我知道非常非常的枯燥 非常非常的枯燥 这个但是如果说有兴趣 真正喜欢研究军事的 包括我以前混的那个军事论坛里面的那些真正的大牛 他们是去研究这些东西的 就是战争时期 他有多少的物资足够支撑他打多大的范围 对吧 你就像我们说 如果中国美国要进攻中国 第一个补给就会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对吧 包括现在中国的就是美国的钢铁产量也好 和那个武器产量也好 跟中国比起来呢 他还是太弱了 所以我一直说中美国正在脱虚像是脱虚像是 就这个道理 就这个道理 好 那不好意思 今天我说话还是有点激动 确实特别激动 这个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大 你看 他这里面就说了那个日本当时的主要的物资情况 就战备情况 我们叫战备情况 当时日本的主要战备情况 就包括年产干铁多少多少吨啊 生产计划是什么样子的 海军拨款是多少吨啊 军队拨款多少吨啊 普通消费战多少多少吨啊 然后他主要是这种 然后包括那个 为了满足生产需要减少战争时海军的预算增加数字是多少多少 对吧 production navi的那个alignment 对吧 海军的拨款是多少多少 然后这个主要 这些还是主要说的是那个钢铁 钢铁 然后优先计划分配30万吨 用于那个30万吨用于制造船业 因为船是需要大量的钢 而且是要需要高 肯高级的钢 什么圣炭的那些钢用来做装甲板啊之类的 所以他非常的需要 然后就说到了说那个液体燃料短缺是日本的致命弱点 天然油和合成油的粘产量合积不超过这么多桶数 大概是34590桶 3459万桶 3459000桶 对是3459000桶 战争时必须从主要从储备中获取 至少在南部产油地区被占领开发和充分利用之前是这样子的 所以日本是这么评估的 然后他这边就有这样一个东西 叫考虑到南部地区的油警在日本落入 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之前可能被完全摧毁 政府和帝国总部制定了勉强满足估计战争需求的一个补给配给计划 然后就这样子的 你看他这边就有完全的一个配给计划 说库存堆 库存大概是52,836桶 然后他们认为第一年可以产油这么多 第二年产油这么多 第三年产油这么多 对吧就有原油合成油全部的 原合成油好像是只用煤炭去合成出来 煤炭和高压蒸汽合成出来的油叫合成油 原油合成油的全部产量是这么点 对吧 然后这个是海外的 这个是需求 对吧 这个是海外的 叫南方地区婆罗州苏门达腊 这是他们抢下来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子 苏门达腊岛呢 他们认为就是自己要让他能够开始恢复生产 需要很长时间 所以第一年没有 然后到第二年第三年 然后全部的 然后他的需求是多少呢 需求第一年军队光军用就要这么多 然后非军式的要这么多 全部就要这么多 所以 所以他的亏空其实很厉害 你看这损 使用量和那个生产量 这期间有很大的gap嘛 有很大的gap 所以到后面就是日本一直缺烂料 缺得很严重 缺得非常严重 不光是一个烂料 还有大米亚之类的 好 那你看祖国 他这里的祖国是什么 祖国和福尔摩萨 就是福尔摩萨就是那个台湾 台湾就叫福尔摩萨 Sweet potato 用来弥补 Homeland Homeland是祖国 也就是说他Sweet potato 按的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杂粮对吧 gareens gareens grown in 什么Homeland Korea 台湾 and 的 这个 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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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满洲的英文是什么 我的be used to make it up of your defect 我来弥补之字 大概就是这样子 稍等 谁打我电话 这个又是诈骗吧 我先点cline 我先点cline 然后反正我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无聊 看这些数据可能非常的无聊 但是如果非常喜欢解读数据和阅读数据的话 你们可以来看这些东西 包括它的中央指挥机构之类的 这个网站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但是我也知道就是如果硬刊的话非常无聊 反正就是什么呢 就为什么我一直说 我一直一旦提到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我总是说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石油制裁 那就意味着中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面临和日本一样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缺石油和日本一样的缺 对吧 那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是会下降的 是会下降的 虽然中国还有一个石油通道的名字叫俄罗斯 俄罗斯那边管子一放 中国这边给他那个直接 比如说俄罗斯给中国管子放石油 中国给俄罗斯小汽车和所有的工业生产基础设备 那相应的美国是查不到的这一部分 因为你直接和我之间有管子嘛 但是船运不一样 伊朗的石油要到中国 那得用船运 对吧 你船出发地是什么 目的地是什么 美国的卫星跟踪几个就知道了 所以中国是很难逃脱这一点的 所以中国就有可能很短的时间之内 比如说今年明年两年之内 或者三年之内 就直接要对美国宣传 宣战 邪恶轴心嘛 对吧 X什么 X evil 邪恶轴心可能就正式对美国进行宣战了 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所以你看美国说我 美国预计中国2027年会发动战争 预计中国2027年发动战争 说的难听一点 就是美国准备好了 我有ABCDEFGHIJKLMN 一直到Z的PLAT 逼着中国动手发动战争 你不发动都不行 我有办法逼着你动手发动战争 是吧 所以 所以这个 我真的劝大家一句 如果说大家准备出国 也就是说 现在是2024年 2025年和2025年 每一年都会比前一年更难 甚至还有很多人在跟我说 说他们觉得说 现在的那个手续费很高 他们希望找一些更低的手续费 来帮助自己的资金转移 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说一句话 你考虑的是手续费贵 我告诉你 一旦人民币贬值 随便贬一点点 你的手续费都会被爆掉 你随便贬一点点 你的手续费都会被爆掉 你知道吗 就是人民币贬值 会远远超过于你今天 在乎的这百分之五百分之十 手续费 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一下问题 更大的risk是什么 更大的risk是中国 更严格的控制着 人民币转到 人民币资产转其他资产 其他国家资产 也就是说 你可能在上海卖了一套房子 价值五十万 价值五百万 七百万 一千万 对 但是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把这些钱 转到国外去 这个时候 比你的所谓的手续费也好 你的汇率也好 是更可怕的存在 这不是我今天在恐吓你 而是我们一直说 作为职业经理人 我们要先看到risk在哪里 然后我们在想 how to management risk 和how to control risk 把眼光要放远一点 不能够只看 现在一点点的东西 好 当然了 我说归说 听我说 我也知道很多人也说过 我听你说头头是道 你自己还不是个屌丝 昨天有人说 怎么能能都知道 我吃软饭 对吧 我确实 我也跟很多人都说过 对吧 我吃我老婆的软饭 没有我老婆 我连西北风 不要说西北风 homeless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老婆也真的很不容易的 他那个身体 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 现在天天做乐瑜伽 每天上一个小时的乐瑜伽课 真的过得也蛮苦 他也三四年没有买过衣服 没有买过衣服 上次阿德哥来墨尔本的时候 给了我点钱 我给他买了一件衣服 也蛮不容易的 养了我这个活宝 我妈养了我这个活宝 我老婆现在继续养我这个活宝 真的 我有时候也觉得 蛮对不起我老婆 我老婆比我小八岁 我都活 就赏黑金刚起来 就要我刀 更生我都吃了 我一直吃我老婆的饭 吃比我小八岁老婆的饭 那好 我们接下来讲 接下来房地产 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这个话题就讲得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看 这个东西是哪里的呢 我要先找一下 这个房地产 什么时候止跌 我这个新闻是在哪 这个 不是 我看看 这个房地产止跌的新闻 我把它扔到哪里去了 大概是雅虎 也不是 这是House World 这个是伯伯 伯伯买了特斯拉110块钱 伯伯马上就要发财了 我真的 我除了会喷一下 真的 跟伯伯差了100万光年 伯伯作为LBNB的高管 年薪150万 算上股票 我还在吃我老婆的软饭 反正就有这么一篇文章 2024年的 February13号发布的 说什么 What us 这个东西 这个 我也不装逼了 直接开Google圈斯 大家看 我也不装逼 直接开Google圈斯 美国次贷教训 对中国经济 衰退意味着什么 然后就有几个topic观点 核心观点 这几个topic L3 对吧 这个是 他说他是谁 然后怎么怎么样 那这个 这个就不用看了 我们直接看这里吧 他的核心观点 就是说 现在的中国的房地产 是这么个跌法 然后呢 他有两个路线可以选择 第一个路线 就是对US的路线 就是美国的路线 美国的路线呢 就是从最高点开始 算起 胖的一下跌下来 跌了24个月到这里 然后开始回升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地产的市场 如果要回升的话 至少要24个月 我是这么理解的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这个文章 我会把文章贴出来给大家看 第二种是解胖 解胖呢 它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 长期的差不多72到76 也有74个月 74个月之后 开始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回升 还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去年开始 解胖的那个回升 是往这上面走了 对吧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也就是说 中国房地产业 现在到底是处于 Japan 还是Japan model Japan模式 还是那个 美国的模式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们你看 keep feeling之类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中国的房地产业 但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他说的两种模式 都是不对的 其实是第三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这样子的 第三种模式是这样子的 我给大家画一下 中国的房地产业 其实是走第三种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这样子的 你看我这能心理阴暗 心理阴暗 对 很多粉红都说了 我这能心理阴暗 我承认我的心理 是特别特别的阴暗 我看不得中国好 是 对吧 中国的房地产业 应该是这样子的 在我们的总书记的带领之下 应该是这么个走法 这么个走法 也不大 对应该是这样 这样 这样之后就这样子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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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平了 后面中国是不需要 房地产市场的 要什么房地产市场了 以后是国家分配 中国造出来的房子 太多了 以后你你上班的话 就国家分配房地产就行了 心理阴暗的 波波认为是这样子的 一条线走到平 永远平了 平了 大家知道心跳平了 心跳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吧 这叫心跳 对吧 你可能今天我一看到 我一看到我老婆 我的心脏就是这样子 太开心了 对吧 隔耳门迸发 对吧 没看到我老婆的时候 看到小粉红 我看到小粉红 我血压高 我心跳是这么个跳法的 对吧 那平了是什么 平了就死掉了 死掉了 死掉了 就平掉了 对吧 你看我心里阴暗 真的 我虽然吃我老婆的卵饭 我不做一个男人 我也不出去上班 也不打工 工地都不要我这个废物 人渣 我就吃我老婆的饭 我承认的 你们粉红说我的这些 我都承认的 确实这些都是事实 然后最后一个就特斯拉高管离职 这个新闻其实很大 不光特斯拉高管离职 现在出现的问题很多 你比如说城市上海城市超市 上海城市超市 我当时最喜欢去 因为他我和我老婆谈朋友的时候 先去上海的叫上海隐城 先去上海隐城 到了上海隐城 就先到城市超市里面 去买一点进口食物啊 还有三明治啊 白能饭给我老婆吃上 我老婆吃完饭 然后拿着进口零食 然后就可以去上海隐城 看电影批情操去了 批警操 小姑娘警操批批 所以上海城市超市 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有感情的地方 我基本上不夸张的讲 一个礼拜要去一次城市超市 因为带我老婆看电影嘛 是吧 还要买点 就算不看电影 也要去上海城市超市里面 买一点那个进口零食 给我老婆 所以我那个时候 一个礼拜就要去一次城市超市 我对那地方特别有感情 我没有想到过 连城市超市都会倒闭 城市超市的东西 其实很便宜的 比起九光 城市超市的价格 只有九光的一个零头啊 他都能倒闭 是吧 我们看大纪元 大纪元 对吧 特斯拉全球裁员 中国和美国团队受到波及 裁得很大 这次那个 这次那个上海大裁员 上海裁得非常厉害 你看我这话说的车轮辱话 怎么个厉害法 我们直接看观察者网吧 对吧 粉红最喜欢看了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 连观察者网都说特斯拉不行了 不是我波波预测有多牛逼 还是很多时候 如果学过一定的商科的东西 就真的 你立刻就能够看到 看到很多所谓的risk在哪里 对 说埃隆马斯克有一个副手 这个副手呢 他也辞职了 这个副手的名字叫这个 叫 我读不来 叫总裁德鲁巴格利诺 这些资深 他是核心高管 动力总成级能源工程高级副总理 所以我跟大家说 波波买120 110 波波买的110 都不算夸张的 这种就是高管 核心高管的变动 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对企业来说 就是他走了之后 谁来负责 比如说这个 这个动力总成级能源工程 谁去负责 所以这 这对特斯来说 这对伊隆马斯克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还有很多的资料 是来自于小红书 和来自于微信的 那个channel 还有TikTok 不是TikTok 叫抖音 里面就说了很多恐怖的事情 就说 其实特斯拉的财源 不是现在开始的 不是现在开始的 是开始很久很久了 你可以想象吗 特斯拉在上海工厂的财源 已经开始了 快有一个季度了 所以特斯拉的未来 很多人都说 特斯拉怎么吹牛逼 什么特斯拉的那个自动驾驶 可以给其他的厂商用 特斯拉自动驾驶 那个现在不是降到90块钱 一个月定月月负了吗 立刻就可以使特斯拉的那个 特斯拉的股票 翻50倍100倍 对吧 特斯拉 伊隆马斯克 你以为特斯拉只是特斯拉吗 是因为斯大林克 什么投资特斯拉 他们是这么说的 投资特斯拉就意味着 投资那个卫星啊 投资卫星的那个公司叫什么 SpaceX 你投资特斯拉就意味着 投资SpaceX 很多人都是这么说的 你说他们的说法 就投资特斯拉 就意味着投资SpaceX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投资特斯拉和投资SpaceX 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今天你 马斯克承认投资特斯拉 就等于投资SpaceX 就意味着 Telstra和SpaceX之间 是有着叫关联交易 你看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不是一个好词 哦 你看什么叫关联交易 叫related什么part 这个我又念不来了 什么是关联交易 就是指公司和其副始公司 在本公司或建决 占有权益存在厉害关系的 关联方进行交易 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你怎么可以关联交易呢 哦 所以这里面是有严重问题的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我就跟你们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你投资特斯拉 就是投资 还有很多人说什么 昨天我在伯伯的那个SpaceX里面 我在伯伯的TwitterSpace里面 有人告诉我说 你必须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所以投资特斯拉 你必须看长期 别看玩笑了 现在那个欧洲的 欧洲的电动车交付 电动车交付时间 你去看呀 这个也不是交付时间 它有个叫电动车库存时间 对 电动车库存 库存时间 比燃油车高了一倍 一倍 比燃油车高了一倍 也就是说 内燃机的车 内燃机的车 大概它的周转 就周转时间 大概叫电动车周转时间 周转时间 不是包围 叫周转 周转 我们叫库存周转 周转 周转时间已经高了一倍了 内燃机是40天 电动车的话 要将近80天才 72天 对对对 这个这个这个 在这里在这里 电动车销量放缓 是72天 72天 它这里有这么一个时间 普通燃油车 2023年的周转时间 为34天 在2024年 则增加到了52天 但你不要以为 这是燃油车有问题 电动车比它的问题更大 周转天数 周转天数 你看呀 34天 电动车的周转天数 激增三倍 激增了三倍 但是他没说 混合动力 对 混合动力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他也没有来说 哦 美国电动汽车的销售数量 已经放缓 汽车经销商在销售时间 从2013年初的25天 增加到2024年的72天 是吧 所以这个我跟大家说 电动汽车已经完蛋了 这为什么完蛋 我前面已经做了很多期视频了 你不可能永远靠补贴的呀 自由经济市场 你一直靠补贴在卖车 你他妈不搞笑了吗 你还叫什么自由经济市场了 是吧 补贴本来就是一个 不道德的事情 对电动汽车的补贴 是不道德的 不道德的 为什么不道德 他是拿穷人开的 像我这种Polman Polman 穷人 我这样子的穷人 开在马路上面 加油所付的道路养护费 来给富人免费开车 和让他们买车 这不搞笑了吗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你个傻 是吧 也就我毛达利亚 好 我今天就聊到这里 时间太长了 谢谢大家